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期在未来可能的冲出中占据优势 奥密克戎变异株引发全球新一波感染潮 国际足联计划在卡塔尔世界杯期间推出帐篷城 俄乌战士进入到第134天 双方都在为接下来的顿巴斯地区核心大战做准备 随着西方的军援陆续涌入到乌克兰 穆罕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说 终于感受到援助发挥了作用 俄乌加紧屯兵 重点争夺双线五成 阿拉库尔纪是俄罗斯摩尔曼斯克州 位于北极圈以内的一个村庄 紧邻俄罗斯与芬兰的边境 村子西北方向三公里处 有一座俄海军北方舰队的军事基地 当地时间7月5号 芬兰广播公司公布了一组商业卫星照片 称 经过与今年5月的卫星照片对比之后发现 俄罗斯已将部署在阿拉库尔纪基地的大部分装备撤走 芬兰媒体表示 从5月中旬开始 包括装甲运兵车在内的100多辆军车 离开了该基地 足以供一个营的兵力使用 有军事专家分析 这批装备很可能经铁路被运往了乌克兰战场 对于芬兰媒体的报道 俄罗斯官方尚未作出回应 但根据俄媒的报道 北方舰队近期的确组建了一支新的部队 准备派往乌克兰 在开阅前的部队 所有志愿者都需要接受 每7个月的高强度训练 有些志愿者虽然服役多年 但从未上过战场 耶夫根尼在小型导弹艇上已服役10年 今年是最后一年 还有一些志愿者此前 曾在乌克兰战场上复过伤 俄国家台披露 赴乌克兰作战的志愿者 每天可获得数千卢布的津贴 乌克兰总统顾问阿里斯托维奇 4号在一场网络直播中透露 常驻远东萨哈林岛的俄军 第18机枪炮兵师 已被部署到乌克兰战场 随着战事交点 向顿巴斯地区的核心地带转移 俄军正在重新集结部队 并加紧从本土 向前线补充人员和装备 在这段共青团真理报战地记者 在哈尔科夫方向拍摄的视频中 一支庞大的俄军车队 包括了风信子 金和欢等多型号火炮 有着喷火坦克之称的TOS-EA 多管火箭炮和多辆油罐车 这是乌克兰媒体发布的 最新战场形式图 图中红色部分是 已被俄军控制的地区 乌媒透露 乌军的防线主要沿东西两条线展开 西线以斯拉维扬斯克和 克拉玛托尔斯克两座城市为中心 东线则以谢维尔斯克 苏勒达尔巴赫木特为依托 俄军的攻势则将从北侧 东侧和南侧三大方向展开 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认为 俄军下一步可能对 谢维尔斯克 巴赫木特 或斯拉维扬斯克中的 任意一座发起集中打击 也有可能同时启动 对三座城市的攻势 针对斯拉维扬斯克的攻势 主要从该市以北的红利曼发起 核军部队从红利曼南下 渡过北顿的磁河 来到斯拉维扬斯克城下 厉害 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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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 grin 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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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yständert 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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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另一个阵地 炮击工作由冰雹多管火箭炮执行 乌克兰多条铁路公路通过斯拉维扬斯克 因此该市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而对于乌军来说 它还有着特殊的意义 2014年乌冬发生武装冲突后 斯拉维扬斯克是第一座 被顿巴斯武装夺取的城市 不过在被顿涅茨克武装 控制了两个多月之后 乌军于当年7月又成功地夺回了该市 目前斯拉维扬斯克市区 已经断水一个月 居民用水只能靠消防队送水解决 法兰西24电视台在报道中称 民众的耐心正在耗尽 告诉市长 每栋楼都需要两辆运水车 现在这样是不够的 我每天都要走非常远的路来打水 他们把天然气也关掉了 全停了 我们只能靠自己 泽连斯基到底在想什么 他是用脑子思考着吗 他为什么把一切都切断了 采访过程中 法媒记者还经历了惊险的一幕 英国国防部6号分析 俄军先头部队已经抵达斯拉维扬斯克 以北大约16公里的地方 另一方面 乌军也在加紧调集装备补充兵源 法新社记者拍摄于当地时间6号的照片显示 乌军的步兵战车 正在增援克拉玛托尔斯克方向 这称下一阶段作战的乌军人员中 有一部分刚刚从利西昌斯克方向撤离 在外媒的镜头面前 他们显得十分疲惫 并抱怨丢掉卢干斯克的一大重要原因 是武器装备落后 俄罗斯军事专家霍达·廖诺克认为 从被俘人数较少这一点上可以推断 乌军基本上是有组织地完成了 从卢干斯克的撤退 并转移到了新的防线上 对于俄军来说 特别行动还在继续 打垮顿巴斯地区乌军的主要任务尚未完成 路透社也认为 俄军尚未给乌军造成决定性一击 有西方专家指出 控制卢干斯克本身 就是俄军缩小战略目标后的产物 即使投入了大量资源 也依然花了大约两个月的时间才拿下 与北顿涅茨克和利西昌斯克相比 斯拉维扬斯克等地的乌军防线更加牢固 因此俄军距离实现其整体目标仍然十分遥远 西方重武器逐步到位 泽连斯基称终于起作用了 这是乌克兰军方发布的一段视频 画面中乌军人员正在操作波兰提供的螃蟹火炮 进入7月以来 乌军方不断高调公开西方重型武器 在前线作战的现场 其中步伐为德国PZH2000火炮装填炮弹 这样罕见的片段 截至目前已经有6款北约标准的 155毫米口径火炮 投入到乌克兰战场 而乌军总参谋部近日发布的一段 炮击俄军铠甲防空系统的视频 更是引发了关注 画面中乌军发射的炮弹 并未在触及目标后爆炸 而是在目标上空几十米高度起爆后 高速下降实施精准打击 外界认为 这很可能就是北约在向乌克兰 提供重型火炮的同时 附赠的新型弹药 莫敏弹 莫敏弹是末端敏感弹药的简称 这种弹药采用子母弹结构 装有敏感子弹药的母弹 由火炮发射后飞向目标 在目标区域上空的预定高度 开启时间引信 将敏感子弹抛出 敏感子弹被抛出之后 靠减速和减旋装置进入稳定状态 一旦发现目标即被激活 战斗部起爆 并在瞬间以2000至3000米每秒的 高速攻击目标 虽然乌克兰军方没有透露更多信息 但外媒分析 有两个型号的可能性较大 首先是由瑞典和法国联合研制的 伯努斯型155毫米莫敏炮弹 这款炮弹弹头内携带有两枚 采用多波段红外探测器和 微型激光测距仪的莫敏子弹 当炮弹被发射到目标上空时 两枚子弹药会被抛出 然后利用弹翼旋转减速下降 同时红外探测器开机 对正下方100米半径的圆形区域进行搜索 当探测到地面装备的红外热信号时 子弹药迅速完成测距和起爆 另一个可能的型号 是德国研制的司马特155毫米莫敏炮弹 它的结构和用法与伯努斯基本一样 只不过子弹药的减速方式使用的是降落伞 乌军事记者布图索夫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透露 乌军使用的是德国提供的莫敏弹 但这一说法尚未得到官方证实 乌军方4号还宣布 当地时间3号深夜至4号凌晨 使用美制海马斯系统对位于 顿涅茨克斯尼日涅的俄军弹药库实施了打击 该弹药库距离目前的战线超过60公里 是俄军在整个顿巴斯地区规模最大的一个 乌军称这将对俄军的补给造成重大打击 根据乌军提供的信息 接收美制海马斯系统两周以来 以打击俄军10处高价值目标 此前乌军于3号凌晨 对扎波罗热州梅里托布尔的一处 俄军基地实施了多次打击 乌官方没有透露具体使用的何种武器 但乌媒称乌军总参谋部4号发布了一段 海马斯在公路上发射火箭弹的视频 就是打击现场的画面 6号 数家美国媒体获准观摩乌军操作海马斯系统的现场 我们可以利用它在俄军控制的地区 找到其他武器无法找到的目标 乌军人员对美媒记者表示 海马斯系统采用卫星制导 打击精度高 停车后2至3分钟内即可发起打击 发射完20秒内即可完成阵地转移 西方专家认为 海马斯让乌军的打击不再局限于 坦克装甲车等战术目标 而是可以聚焦俄军指挥所弹药库等 高价值的目标 有乌军方官员甚至对华尔街日报说 海马斯正在逐渐改变战场平衡 吴总统泽连斯基也在6号晚发表的 每日例行讲话中表示 终于感觉到西方武器起作用了 终于感觉到很厉害的银行 西方兵补军 这十字架得我们从来自身下部发生的 它们应该正确实在是像是需要的 尾帧 这些招新军事作用很厉害的 尾棒在箱子里面上空间 那些都是重要的 基本上迹套户的 这是正常用载 tom眼 extraordinaire 不清匿域每个星期会增长 就只增长了 就很简单 通缝上去的 StopL 第一个8年车车《Csимферополь》 到现在迷人《Central Herson》 7月1号起来往于克里米亚和乌克兰南部 已被俄军控制的赫尔松、梅里托布尔和别尔江斯克等地之间的客运大巴专线开始恢复运营 但另一方面 六月中旬以来 赫尔松地区连续发生多起暴力事件 当地时间6号 俄联邦安全局在赫尔松市实施了一场突击行动 抓获了据称是正策划爆炸和暗杀的乌方破坏分子 我们来看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 英国首相约翰逊宣布辞职 但他同时表示说英国会继续支持乌克兰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眼 那西方国家内部似乎对于俄乌冲突达成了一个内部的共识 就是这场冲突很难在短期内结束 于是欧美等国家开始加紧研究这场冲突 为未来做准备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西方各国的国防部门正在从武器装备 战术及后勤补给等多个方面 对俄乌冲突加以研究 6月刚刚上任的英国陆军参谋长 帕特里克·桑德斯就表示 我们一直在密切关注俄乌战事 我们已经在学习并做出调整 我们将重新思考如何作战 经验教训之一 现代战争没那么现代 美媒称俄乌战事给西方的军事决策部门提供了大量可借鉴的经验教训 首先随着科技的发展 西方很多人认为定点清除这样的打击模式已经成为战争的主流 但俄乌冲突 尤其是4月中旬开始的顿巴斯之战 却成为一场由火炮和火箭炮等传统重型武器主导的消耗战 美国国防部前分析师陆军军官比利法比安就直言 现代战争也许并没有那么现代 英国陆军参谋长桑德斯也取例说 网络技术再发达也无法替代人员渡河 经验教训之二 数量及质量 冷战时期 西方曾用数量及质量这句话来形容苏联的军力 意思是说 即使在其他环节都表现不佳的情况下 光靠武器弹药数量上的压倒性优势 依然能够在战场上取得进展 俄军近期在卢干斯克取得的进展就是典型例子 有西方专家指出 俄乌冲突给西方敲响了警钟 以M777火炮使用的M795炮弹为例 2022财年 美国陆军预算中只拨款采购了 75357枚该型号炮弹 而7月1号拜登政府批准的最新一轮对乌军援中 一下子就给乌军提供了15万枚 也就是说 仅仅一轮军援包含的炮弹数量 就相当于美国陆军近两年的使用量 那么现在看的话 俄罗斯跟欧美国家在拼弹药的数量 那么俄罗斯的明显的战役优势 我觉得这主要还是跟俄罗斯的军事想有很大的联系 因为长期以来它非常重视地面部队的建设 特别是主战装备 比方说新型的坦克不断地裂装 还有一些大杀气手段 像高超速的武器也不断地裂装 所以从俄罗斯角度来说的话 它继承了传统的 比方说大兵团作战 还有阵地战 拼火力等这种作战样式 而欧美国家特别是在91年海湾战争结束以后 特别强调高技术战争 特别是精确打击武器 已经替代了非精确指导武器的入役 所以它其实是两种战备方向不同的体现 经验教训之三 新型科技如何融入多域作战 华尔街日报还指出 无人装备等新型科技 的确改变了战争的面貌 打破了陆海空等传统作战空间之间的界限 事实上 近年来多域作战甚至是全域作战 已经成为美国等国军力发展的重点 好 来关注全球新冠疫情 看到全球新冠病例数连续第四周再增加 世卫组织表示 传染性和免疫逃逸能力 更强的奥米克戎 BA.4和BA.5变异株 引发了全球新一波感染潮 日本新冠疫情出现反弹 7月6号 日本全国新增确诊感染者 45,821人 比前一天增加近1万人 死亡12人 共同社称上一次确诊感染者超过4万人 是在5月18号 时隔约两个月 其中东京新增感染者病例 再次超过8000例 东京都疫情专家委员会认为 当地出现大规模的疫情反弹 主要是因为奥米克戎变异株 BA.5的出现和扩散 到6月30号 东京都新确诊的感染者中 BA.5感染者的比例已经达到了25.1% 日本传染病专家表示 BA.5的传染力比奥米克戎最初的BA.1病毒 高出1.4倍 目前日本的医疗机构 已经切实感受到了 疫情急速蔓延的压力 除了东京外 今日熊本县 爱元县 岛根县 新增感染人数 也都创下了疫情发生 两年多来的记录 日媒称第七波疫情或已经来临 疫情的反弹直接冲击了东京都的旅游业 从5月的黄金周左右开始 这家旅行代理店的业务量刚刚开始回升 然而 第七波疫情让不少民众都取消了预约 据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7号通报 截至当天零时 韩国较前一天零时 新增确诊病例18511例 累计确诊超过1845万例 累计死亡超过2.4万例 今年3月中旬 韩国曾出现单日新增 超过60万例的情况 随后疫情呈缓和下降趋势 因此 韩国防疫部门陆续取消 多项新冠防疫限制 并将新冠传染病等级下调至以内 不过 6月26号到7月2号的一周时间内 韩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达到 59,844例 较前一周增加约1万例 疫情出现反弹势头 韩国防疫部门表示 随着奥密克戎变异株 BA.5的扩散 预计今年下半年 新增新冠确诊病例将会持续增加 为应对病毒再次扩散 韩国政府强调接种疫苗的必要性 呼吁60岁以上的老人和免疫低下者等 高危人群尽快接种第四针疫苗 新西兰卫生部6号报告 该国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10,290例 这是自4月21号以来 新西兰单日新增病例数再次破万 有公共卫生专家表示 地处南半球的新西兰正值冬季 除面临新一轮新冠疫情之外 流感等呼吸道疾病也呈高发态势 6号新西兰第一大城市奥克兰的一所中学 因大量教职员工感染新冠或流感病毒 导致全校提前放假 多名专家呼吁政府再度在校园室内 实施口罩令 在美国 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 BA.5亚型已经成为全美导致新冠肺炎的主要毒株 根据美国疾控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 BA.5亚型感染病例目前占全美新增 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的53.6% 而BA.4亚型感染病例占16.5% 两者合计约占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总数的70% 据悉 这两种亚型可以更容易地逃避新冠疫苗 和先前感染带来的保护 但专家们表示 新冠疫苗仍然可以提供重要的保护作用 专家呼吁美国民众尽快完成疫苗的接种 好 更多资讯再来看一组速拉 世界杯期间酒店房间不够 别怕 还有帐篷 为满足卡塔尔世界杯期间 球迷们的住宿需求 国际足联推出了帐篷城计划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 帐篷城拟建于阿尔科尔 这里距离卡塔尔首都多哈仅40分钟的车程 城内的设计充满了阿拉伯风情 还有免费的WiFi服务 尽管每晚需要350英镑 但仍比热门的酒店客房价格便宜 由于食品价格飞涨 日本很多学校为控制用餐成本 绞尽脑汁 据路透社6号报道 东京一所中学的营养师 佐藤和美 为避免预算超支 不断调整学校午餐的食谱 他试着用果冻或小蛋糕 代替价格昂贵的石令水果 并尽可能地用价格低廉的豆芽 来替代其他食材 他表示 如果食品价格继续上涨 它将无计可施 受俄乌战士等因素的影响 斯里兰卡从药品到燃油 燃气等生活必需品 都出现了短缺 一些民众不得不重返使用柴火 烹煮食物的生活 据报道 不少人之所以选择用柴烧饭 除了燃气和电力短缺之外 也是因为年初发生了上千起 煤气罐爆炸事故 而爆炸的原因是 供应商为削减成本 增加了饼丸的比例 好的 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 央视频以及 近日亚洲官方微博 点击查看更多精彩内容 新亚洲文天下 感谢您的收看 下回